看到葡萄长在树上了 其实这不是葡萄 这是加宝果 今天讲的就是加宝果迁插法 找一根没有病虫害 生长健壮的半目质化枝条 修剪部分枝叶 然后在一厘米左右刮去表皮 稍微刮下 不需要刮太深 刮成这样就合适了 把事先准备好的生根粉一勺 生根粉要采用银朵丁酸 把生根粉倒在纸巾上 把枝条放进纸巾里 用装有生根粉的纸巾包住并卷好 防止生根粉漏出来 把培育土喷水弄湿润 培育土一般采用泥碳土 我们是不是就这样扦插呢 其实还有重要一步 为了防止纸巾过快腐烂 生根粉漏出来 还要准备一只弹性比较好的尼龙袜 把整理好的枝条放进尼龙袜里 用包装绳扎好 然后喷湿 尽量喷作水 然后扦插进盆域桶 整平泥土后 就用塑料袋套住 并扎好一道阴凉处15天 15天后 要一半时间 见阳光一半时间放在阴凉处 一个月后才可以拆取塑料袋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现在给大家看看一个月前扦插好的树苗 已经长出新的枝叶 把它倒出来看看里面根系长得怎样 根系多有健壮 移植到地理安心护理 加宝果一般在5-6月或9-10月进行扦插 夏季扦插的时间为枝条长到2-5个叶片的时候 已经达到半木质化程度时采集枝条 秋季在枝条已经完全木质化的时候 进行扦插为宜 加宝果一般是3-5年就结果 果子曾经卖到100元一斤 今天就学习到这 喜欢就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